Trope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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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opeWise是我們希望在現在的 MFO市場做的一個新的嘗試 我們希望創造這個世界的 運作模擬規則 然後玩家創造屬於他自己的 系統風格 這是我們想要做到的事情 開發小組其實對動作遊戲的 概念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把 力量速度 把這些很基本的事情做好 做對了 該快的動作就要快 該重的動作就要重 那每一個動作的力道 其實它都要有一些代價 那我們把這個真正的動作感做出來 伴隨著操作 那就是我們對動作遊戲的概念 我們希望營造一個真實的世界 所以我們的 借接動作會很多 這會比較有別於現在一般的MFO 譬如說我們每個動作有轉身 煞車 任何動作之間的借接 都不是由程式的blending去做 而是盡量會把這些細節討成出來 沉浸在整個操作的過程當中 玩家越能夠融入遊戲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當初會選 要這樣動作一些現場 開發小組對於我們遊戲當中 戰鬥這個主題的體驗 其實是結合了所謂的操作感 角色的能力 以及對於關卡裡面的各種怪物 或者是環境的知識 選擇上位運用 把這三件的事情 綜合在一起去進行思考 玩家做的任何事情 跟怪物本身的AI 再加上環境的一些互動之後 會讓怪物的模式進行切換 切換之後會得到 玩家一般只有看不到的東西 不管是從切畫端還是美術端 我們希望說 營造一個比較真實的世界觀 所以在裝備的視覺設計上 會希望它和邏輯寫實且有重量感 真正面臨到怪物 該怎麼跟它對抗 用什麼樣的方式 什麼樣的招式來破解它的行為 即使你看過這隻怪 你每次遇到它的時候 都可以嘗試著用不同的方式去解決它 他不再相信一般的MMO 看的都是裝備的數值 然後武器的數值 來決定我的搶或者是弱 那所以玩家可能會 因為自己本身的操作技巧 加上對於道具的使用 進而創造出自己戰鬥的風格 我們所謂的開放世界 其實就是不希望玩家在玩的過程裡面 像是一般關卡式的 過玩一關再一關這樣 一個一個再接下去 那為了要強調那個重複遊玩樂趣 其實在遊戲當中 我們加入了變化的系統 比方說像是氣候跟事件的變化 透過這兩個東西的教程 再跟你的歷程 玩家的歷程本身在想結合 其實就創造出了很多不同的變化 那玩家可能來過這個地方 那他可能在下一世代來的時候 其實會以後會有一些不一樣的事情發生 當玩家在探索一個環境的時候 他不再是探索一個平面 他可能還會探索更多的高度 比如說你遠遠的會在一個地方看到 你現在沒辦法上去的一個高塔 那玩家慢慢會在後面的歷程裡面 會得到一些進入這個高塔的一些相對應的道具 或者是技能 進而在同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探索一個平面以上的高度的空間 可能玩家在某個時候會遇到一些動態的事件 然後他需要你去解動態的任務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我們之後想要給玩家 玩的一個核心的玩法之一 我們希望讓玩家回歸到我們玩遊戲的原點 那什麼叫做玩遊戲的原因 就是所有人在玩遊戲的時候 那個最基礎的樂趣 那不是單純的只是拿著一支畫書 然後對這個畫面上的外面還可以 那是要透過更多的操作 更多的臨時反應 然後更多的玩家跟玩家之間的互助很多這些事情 然後讓玩家可以在一個遊戲的過程當中 也許不差 但是他可以在短短一段時間內 享受到一個最精彩而且最豐富的過程 那是我們支持你 不用了 一首選擇 這句話 我拍攝的電話